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艺区园 这个是皮影艺术的奥特曼扭蛋 这些人物的姿势还原了1966年的奥特曼的开场画面 非常的怀旧经典 那我想扭到的是初代奥特曼还有巴尔坦星人 来看一下我的运气,能不能抽到呢 好了,第一个掉下来了 好期待啊,会是谁呢 哦,里面有贴纸 这个是钳子吗 诶,看到这里,知道是巴尔坦星人了 还有要组装的零部件 哈哈,第一次就扭到了想要的 希望接下来可以扭到初代或者是陨石怪兽,嘎拉蒙 不过我最想扭到的还是初代奥特曼 他那个必杀技的姿势太经典了 我看到贴纸了,不是奥特曼 或者是迷之怪兽就可以了 我看到贴纸好像是巴尔坦星人 该不会是重复的吧 啊果然是 好想哭啊 那到目前为止,我扭到了两个巴尔坦星人 还有一个迷之怪兽 接下来我要扭第四次了 万一我又扭到了迷之怪兽怎么办 运气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两次都扭到重复的 看一下里面的贴纸 啊,这个刚才的好像啊 我已经看到了 果然 我又抽到了迷之怪兽 这运气也太糟糕了吧 我最不想扭到的就是这个了 气死我了 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巴尔坦星人的剪影 变身成了真的巴尔坦星人 比较经典的场景是对战出代奥特曼 我们再来组装一下 刚才的巴尔坦星人的剪影 它的发光灯是在钳子上面的 组装的部件呢 都是透明的塑料板 有点像拼积木一样 它右手的钳子也太大了吧 它发出来的光呢是蓝色的 等一下关灯之后可以看得更明显 然后这是它底部的支撑架 它是分正反面的 这个拼起来呢也是和积木一样 可以拼在任何的一格 它的脚的底部有一个钩子 正好可以穿进去 最后再来把贴纸贴上去 我发现原来贴纸才是它的灵魂 看贴上去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特别像剪纸艺术 它的发光好亮啊 你们看像不像那个皮影戏里面的影子 看着好像没什么意思 但是一发光呢就很炫酷 就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的 作为一个奥特曼的摆件呢 还是挺有艺术感的 然后自己呢也可以弄一些小情景剧来玩 好了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迷之怪兽的 它的发光是在身体上面的头部 看一下它的发光是红色的 那关于这只迷之怪兽呢 我搜索了一下1966年的奥特Q的片头曲 还真的找到了它的剪影 不知道在后面的奥特曼它有没有出现呢 好了来贴上它的灵魂贴纸 贴上之后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发光也好酷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 灌兽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灌兽的样子 很有氛围感 要是能集齐五个的话 然后全部让它们发光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都想要收集一套了 好了那今天的奥特曼扭蛋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 还有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by bwd6